1955年 艾德·伍德和贝拉·洛格西 试图拍一个吸血鬼大战西部牛仔的电影 这个点子打动了当时的超级明星吉恩·奥特里 吉恩想让洛格西来饰演吸血鬼 自己来演西部牛仔 而当时吉恩并不知道艾德·伍德这个无名小祖 吉恩的家梦让艾德·伍德看见了希望的曙光 而洛格西也想凭此东山再起 不过当吉恩看了艾德·伍德的电影之后 这一切就全都泡糖了 消沉的艾德和洛格西在酒吧中借酒交仇 喝了几杯后艾德突然哭了起来 这时一个姑娘过来安慰艾德 她就是艾德的第二任妻子凯西·奥哈拉 凯西对艾德几乎是一见钟情 她不在意艾德是酒 也不在乎艾德是个一桩癖 她会安静地聆听艾德 没日没地讲那些愚蠢而又疯狂的故事 1959年 艾德和凯西在拉萨维加斯举办婚礼 并陪伴艾德走完了她的一生 艾德去世后 凯西也没有再婚 但艾德唯一的合法妻子却只有诺马 二人分手后并没有签署离婚协议 而她和凯西只是举办了婚礼 而根本没有登记 1980年 艾德被评为史上最烂导演的不久后 引起了电影人韦德·威廉姆斯的注意 他购买了《外太空》第九号计划的版权 又从凯西的口中 得知了另外一部没有发布的电影 该片是《怪物心仰》的续集 当时艾德·伍德写下了剧本 但没有钱拍 也掌握不到投资人 有一天一个推销员上门 艾德推销个人护理产品 结果艾德抓着这个哥们就请他喝酒 并绘声绘色地讲到今天我拍的电影 结果这个推销员就成功被艾德忽悠惩了金主 你能想象如果艾德·伍德去干全销 得有多可怕吗 他完全就是把一生的追求 都放在了自己最没有天赋的领域上 1958年初 《死者的复仇》草草剪完之后 艾德对该片并不是很满意 想要把开头克里斯威尔的镜头 换成贝拉罗格西 而且电影的名字也没有决定好 但艾德没有钱再继续做后期制作 竟然连洗印的钱都付出来 就这样过了20多年 直到伟德将该片的版权买下 并付了洗印费才得以发布 并重新命名为《食食鬼之夜》 被后世成为艾德·伍德 《科幻惊悚》三部曲的最后一部 说到关于于世的电影胶片 从有记载的记录来看 从1888年第一部电影短片 未知到1950年间 全世界的电影损坏过半 1920年之前的电影损失了85% 30年代从末片过渡到有生电影时期 曾出现过破坏电影的浪潮 据统计意大利损失了80% 美国损失了75% 法国损失了70% 而我国在1905年拍完《定军传》之后 到1950年之间 也有一半的电影不知取向 虽然遗失的大多都是末片 但谁又知道那些遗失的电影中 他没拍出过什么能够吓死人的东西呢 对于我这种好奇心强烈的人来说 每当想起这些就倍感折磨 说会直到1984年才发布的电影《时尸鬼之夜》 本片的开场是诈尸的克里斯维尔 从棺材里边神经兮兮的坐下来 说接下来你将要看到的故事 绝对会把你吓尿 又来到了那个熟悉的警局 这次墙上挂着艾德伍德的通缉令 接着描绘出了当时战后 所爆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比如频繁的酒驾 青少年犯罪 帮派战及暴力问题等等 艾德作为一个退伍的二者老兵 从他的视角来看 这些问题还是比较有说服力的 但镜头突然转到了一对年轻轻语 在车上亲热 由于男友比较粗暴 女孩甩了一个耳光以后 就生气的跑了 男友懵逼了一下后跟了上去 这次树林里突然出现了一个 穿着黑纱的女鬼盯上了女孩 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女鬼开始袭击的时候 艾德伍德就不用女演员了 非得要自己来 他以为蒙上面纱 就没有人认得出来是他了 布拉德的侦探 二人讨论起谋杀的事 侦探说这事可能跟谋杀案附近的 一座老宅子有关 这个老宅子在几年前被雷所批毁 住在宅子里的科学家和怪兽 也一块被批死了 但听说最近又有人把宅子修好了 是前阵子有对老夫妇 在夜间经过这栋宅子的时候发现的 并且还看见了一个白衣女鬼 杜传听完以后就特派侦探前去调查 结果尴尬的被屋主阿霍拉大使 逮了个正着 侦探说来打听女鬼的事 阿霍拉说那个女鬼就是自己召唤的 因为他自己能通灵 侦探陪阿霍拉说自己是他潜在的客户 有机会也想来通通灵 于是阿霍拉就开始带侦探参观宅子 在不远处的坟地 白衣女鬼刚装逼亮相 就被黑衣女鬼给吓跑了 宅子里有许多顾客 等待阿霍拉召唤自己死去的亲人 阿霍拉开始作法后 就进入了十分邪门的通灵 先是悬在半空中的小号 开始吓他妈吹了起来 接着一个人披着白色的背单 带着卡松一笑 从众人眼前滑来滑去 然后一个吉利 让自己显得正经的脑袋念起了咒语 这个通灵场景 在现在看起来有种年代带来的诡异感 就好像儿时看过的陌生 又恐怖的某些场景被唤醒了一样 人头念完咒语以后 老夫人的丈夫就从棺材里揍了起来 说了一些安慰妻子的话 就躺了回去 并嘱咐老夫人一定要听阿霍拉大师的话 而侦探感觉这个大师 可能他们是个江湖骗子 果然阿霍拉回到房间以后 白衣女鬼扑了上来 说自己见到了真正的鬼 而这个白衣女鬼只是阿霍拉的情人 平时在宅子附近装鬼吓人 帮助阿霍拉行骗 至于通灵坐起来的尸体 是阿霍拉找来的演员 侦探在宅子里找寻线索时 被阿霍拉和从火难中幸存的路宝抓住 前来这些人的警察也一同被路宝摆平 后续赶来的警方一顿狂涉打死的路宝 准备逃跑的阿霍拉和假女鬼 被一群真正的鬼包围 带头的鬼说 每过13年 我们就会响应物实的召唤来到人间 而你那些法术阴差阳错的 把我们给召唤过来了 但我们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了 天亮我们就要回到阴间了 我们准备把你给带走 接着就把阿霍拉塞进了棺材里 假女鬼也被黑与鬼埋进了坟墓 变成了真正的女鬼 最后带头鬼说 我现在要回阴间了 但无论老幼 包括在屏幕前的你 很快就会加入我们 被后世奉为邪点的 爱德伍德《科幻惊悚》三部曲到此结束 随着这三部电影的落幕 36岁的爱德伍德 已让他充满悲情色彩的人生 书写过半 而爱德伍德的人生理想 也将与他越来越远